你从小就叫姑姑吗 对 从小就 从第一生是不会叫妈妈 而是叫姑姑 对 不会叫妈妈 我就从心里那种感觉 就认为姑姑就是妈妈了 就是离不开她了 你也不会带孩子 我不会带没有办法 她要饿的时间 我都剪了花生米 对了去喂她的吃的 所以其实你16次 就开始做妈妈 你姑姑最近还发生过车祸是吗 对 赶到医院那时候 姑姑已经在医院好几天了 姑姑出院之后 我也没有去我姑姑家 老感觉报答姑姑的机会 还有等她老的时候 不能动了我好好地尽敲 假设你百年之后 你最后最想见到的人是谁 最想见到的肯定是我子女了 今天会在舞台上喊一声妈妈 看得出来 谢谢你对我的辛苦付出 我们永远都是相机相爱的 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笔质高药业特约播出 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台 类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育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业 特约播出 来我们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白燕怡 媒体评论人石树四 美女主播柴子璐 好 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一开始我和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抚养我长大的不是我的妈妈 而是我的姑姑 后来我和大多数人又是一样的 因为我成长的过程中 姑姑给了我母亲一样的温暖 可是后来 我们娘俩的联系越来越上了 本来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直到前几年 姑姑家里连续遇到了很多的变故 我心里就感觉特别对不起她 因为如果不是我 姑姑的命运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拼命地干活 只是希望能给姑姑尽量地减少一些负担 借着这次机会 我想告诉我的姑姑 没有你就没有我 让我们娘俩一起努力 我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来 我们掌声有请被制线人姑姑 王岩霞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请坐 今天来感谢你的是你的侄女是吗 是我侄女 这是我大哥家里 你是你大哥的 我是她妹妹 她就一个妹妹吗 不是 我还有姐还有一个妹妹 我姊妹仨子 那为什么偏偏跟你这么好呢 我这么好 当时都是她妈去世的时候 看到她可怜 我都养活了她来 就你嫂子走了是吧 我嫂子走了 就抱她十年 我那时候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您平时是把这个侄女当成自己的女儿是吗 当自己的女儿 您自己有孩子吗 我有四个小孩 也有闺女 有一个女儿 三个儿子 您刚开始带这个侄女的时候 您是一个小姑娘 我才十六七岁了 那这么说来的话 您应该跟这个侄女 比跟自己的女儿还要亲 我从小把她养大的 她就是抱来了 她都把我当成她妈了 谁都不要 那她现在叫你叫姑姑还是叫妈妈 她还是叫我姑姑 还是叫你 还是叫我姑姑 好的 那我们掌声有请志倩人 侄女王秀云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老师好 请坐 你个子好高啊 我身高1米70 你今天是来感谢呢 还是道歉呢 今天是来向姑姑道歉的 道歉 先是道歉 然后也是感谢 为什么要道歉 因为我从小妈妈去世 是我姑姑把我抚养成人 有一段时间 我和姑姑的距离 慢慢地疏远了 就是你感觉你疏忽了她 对 而且你刚才在片子里面说 最近几年 姑姑家里有一些变故 而你都不在 对 所以你感觉要为此而向姑姑道歉 是的 多大的时候母亲走的呀 我那个时候七个月 七个月 基本上你没什么印象 没有什么印象 为什么是这个姑姑把你抱走的呢 据我所知 你还有好几个姑姑呢 当时我大姑姑吧 已经出嫁了 小姑年龄还小 当时就是我姑姑那时候十六七岁吧 我就跟着姑姑了 也就是抱到了你爷爷奶奶家 是的 我回老家 从此你就跟姑姑在一起过吗 对 那你爸呢 我父亲需要出去挣钱 没有时间照顾我 所以就我姑姑照顾我 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当年把你抱回家的那一段 那个时候我是也听我奶奶说过 那时候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爸往家里去信 当时我姑接到信之后 去那个徐州武段 把我接回来的 就你家在徐州 对 我出生在徐州武段 沛县 你爷爷奶奶住在 湛东藻庄 大概有多远 大概有150公里吧 150公里 是姑姑过来接的你 对 姑姑那时候 她为了爱美 买了一双高跟鞋 下车之后 走了有一两里路之后 就是染路那个脚就抹破了 抹破之后 就用手搭着那个鞋 走了十几里路 去我爸爸家的时候 然后当时是我爸爸 正抱着我 当时瘦的就已经 没有小孩的模样了 非常可怜 我姑姑说 当时姑姑一看到那种情景 姑姑也哭了 父亲也哭了 从此你就跟着姑姑过过 对 从此以后 我就从心里那种感觉 就认为 姑姑就是妈妈了 就是离不开她了 那她怎么养你啊 她也没奶水 她也没带过孩子 那个时候 姑姑就是靠 靠那个饼干 靠就是家里熬的小米粥 就是靠这个养我 你也不会带孩子 我不会带没有办法 我就是她要饿的时间 我都搅了花生米 对了去喂她的吃的 都是这样的 搅花生米 喂她吃 那这孩子养得大 那不要生病吗 那生病了 一岁多 那时候快到两岁都生病了 先是赶爆了发烧 发烧了 她都是又烧得拉肚子了 那邻居都说 你把那子女塞了吧 不管了 看不好了 这样说 我说不管 只要有一口气 我都得把它养成 我不能把它塞了 所以我都慢慢慢慢把它养了 其实老天也有眼 慢慢慢慢她又好了 每天晚上还带着她睡 睡觉我干活回来 夜来摟摟她 都是夜来她哭 我都抱着她 都来都去陪着她 这太难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带孩子的经验 而孩子是很难带的 把屎把尿啊 你也不是得起了多少阵 所以其实你很早就做了妈妈 16岁就开始做妈妈 是吧 这其实对于你来说 你也难以想象 因为你也是个女人 16岁的女孩 自己都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时候 她居然就已经带上了孩子了 那付出应该是非常多的 从此她就不会有少女的天真烂漫 甚至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生趣盎然 那个时候我听我奶奶说 就是白天无论我有多饿就不吃 别人喂我 我感觉好像怕别人害我似的 就是心里没有那种安全感 就是飞子等到我姑姑 就是晚上干完活回来之后 她喂我我才能吃 你从小就叫你姑姑吗 对从小就 第一声是不会叫妈妈 而是叫姑姑 对不会叫妈妈 她第一次叫你姑姑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记得凡是有两声多了吧都是 两岁多的时候 两岁多的 会叫人了 都叫姑 都叫喊叫喊姑姑 她都会喊姑了 那你心里什么感受啊 什么感受 凡是都是习惯了 凡是都喂的呗 一直都喂到该找对象的时间了 你该找对象了 我该找对象的时间 人家都给我介绍对象了 介绍的很多了 我有个要求我得带着我子女 一发带我子女 人都不愿意了 你小姑娘都能出家时候带个孩子 肯定是人家不同意是吧 结果我都找没人说来 都说到本村上了 她都接受了带着孩子了 你多少岁出家的呀 我是21岁是22岁那时间出的家吧 姑姑出家的时候你多大 我那时候四五岁 还记得姑姑出家的那一天吗 记得 我就感觉被遗弃了的感觉 不让我姑姑走 不让她上婚车的时候 对 上车我就拽着她 就感觉自己被遗弃了 姑姑不要我了 姑姑要走了 心里非常害怕不安 别人结婚呢 都是爸爸妈妈送 你结婚是小侄女送 扯着不让你上车 那种感觉很难受 很难 那还是过难受 那你是带她就一起嫁过去了是吧 就在你家 我当时出嫁就是 找对象唯一的要求 你是姑姑的陪嫁 对 然后就是必须带着我出嫁 那后来到姑姑家去之后 姑姑结婚多少年以后 有了自己的孩子呢 两年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孩子 有我弟弟 表弟 对 表弟 大表弟 那你吃醋吗 吃醋 那怎么办呢 人家那是亲生的 对 然后就有我 趁我姑姑不在的时候 我就偷揍她 打她 你打她 我就感觉她好像就是给我争了 争我姑姑 然后就想 姑姑是我的 有你了 姑姑还得把爱分享给你 就是心里非常不平衡 其实明明是我跟人家争 那穿衣服之类的呢 买衣服 买东西 买玩具呢 那个时候条件非常差 反正就是过年时候吧 我姑姑都给我买新衣服 弟弟都穿 人家穿过的 出去玩呢 何必说家里有什么喜事了 喜宴了 干嘛的 吃大喜这样的事了 我姑都带着我 不带弟弟 你老公没意见吗 她是愿请我 当先说好了 当先说好了 那你不能厚此薄彼啊 你对自己亲儿子不好 她是小孩子 这凡事都轮一下都好了呗 咱们当时都是这样的呗 那时候姑父对我也非常好 那你印象当中 比如说第一次扎辫子呀 第一次穿花衣服呀 第一次穿小红皮鞋呀 这很多生活当中 就印象很深的事 好多都应该是妈妈来完成的 这都是姑姑完成的 你还记得吗 我第一次扎就是小头发 我小时候把头发长得非常慢 然后到两三岁了 他们都说 哎呀 这个秀云是个小兔子嘛 也没有头发 四五岁了 她长得很少 然后姑姑就给我帮我梳个小辫子 然后上学的时候 第一个书包也是姑姑帮我缝的 都是姑姑成为你印象当中的 那个母亲的角色 对 我每一步的成长都离不开姑姑 你小时候是跟着姑姑一块睡着 对 那多大的时候开始分床啊 有那个弟弟之后就给我过分床了 那个有六七岁吧 也该上学了那个时候 你会有被抛弃的感觉吗 有 心里那时候非常的恐惧害怕了 突然离开姑姑 那个时候应该知道妈妈这个角色了吧 对 那个时候知道了 同学们会说你吗 好多同学们就说 王慧云他没有妈妈 他妈死了 就这样说 每次听到这样的吧 就是心里非常的难过 自卑就好像不敢和他们接触 怕他们看不起自己 后来读书你总该跟姑姑接触的更少了 对 后来上学的时候 就接触的越来越少了 就跟着奶奶了那个时候已经 就离开姑姑家了 对 就是我姑姑给我试一个村嘛 历的也挺近 反正三天两头的去一趟 不像以前呢 整天在她家待着了那样 你舍得吗 也不舍得那没有办法 我姑姑然后白天还需要干活出去 你是什么文化水平 读到什么多大 小学 小学读过五年级 就没读了 对 那个时候条件比较差嘛 我姑姑然后四个孩子也照顾过来 我爷爷那时候有病 家里欠下很多债 那不读书干嘛呢 那时候就跟着我父亲还有叔叔 去要吹那个唢呐 女生吹唢呐 对 就是催里有什么红白喜事了 跟着去吹那个唢呐 多大 那时候有十三岁吧 那么小就吹唢呐 你有那气吗 练嘛 就是慢慢练 然后还吹那个声 鱿鱼那个吹那个 给你敲的 慢慢的就是那样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长得 身高已经长到一米六多了 十几岁就长得一米六了 对 你喜欢艺术是吧 喜欢唱歌 从小就喜欢唱歌 喜欢吹唢呐 对 这个女的吹唢呐应该很少吧 对 那个时候很少 所以刚一接触 慢慢的有一年多之后吧 那时候演出特别多 经常结伙 然后就忽略了 就是给这个姑姑联系 就是很少了 就见得少了 对 赚钱了 那个时候一次 能挣十块钱吧 给你吗 还是爸爸收着 那时候不给我 那时候小 给我也怕丢了 但是跟着姑姑 跟着爸爸不一样 她没那女的那么细致 对 再加上天天在外面 跑来跑去 一小女孩 对吧 是的 爸爸不会照顾我 然后那时候 家里也穷 就是里面穿一条衬裤 外面穿一条薄裤子 冬天反正我这个大腿 这类就是脚 全都是破的 动的在外边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们就会找一些 就是没有人住的屋子呀 底上铺一些稻草 再铺一个凉洗 我们就在这上面就睡了 那怎么行 你说大老爷们出去走江湖 你说带一小姑娘 对 咱们为了生活没有办法那个时候 你想姑姑吗 特别想啊 就是特别在外面遇到伤心的事了 或者就是比较吃苦受罪的时候 非常的想念姑姑 感觉如果姑姑在我身边会 就是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苦了 她在外面吃苦受罪 您知道吗 她有一次 她跟外边就是上了个大雾的时间 船看不见路了 叫这个船 那个她掉河去了 都是掉河边 把这个 这里都冻烂了 回来 我一看我疼得 哭了 我又来到家给她洗一下 洗了一场给上点月面 你受不了了吧 我说要是 我当时我都说 姑姑要是有本事 有家庭要好一点 不要你出去受这对了吧 我这样说 当时心里 你比对我这么伤心 是的 你多大出的嫁 20岁 嫁给本村的 不是 家里我们装有30公里路 你出嫁那天 为你送嫁的应该是你姑姑了 当时姑姑没有送我 在我换衣服的时候 姑姑就是已经哭的 早上叫她吃饭也没有吃饭 等我该上车的时候 姑姑只是就是从屋内 把我送到院子里就回去了 你的陪嫁姑姑帮你置办的吗 是的 其实你当你出嫁二岁的时候 其实你离姑姑已经挺远了吧 慢慢的就远了 你的女儿出嫁和她出嫁 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吗 觉得还没有给她心 因为她没有 妈被她带大了 她一走了 我觉得心里好难受了 她出嫁你更上心 自己的女儿觉得自己养大的 还好一点都觉得 你出嫁之后 你的娘家算是哪呢 都是我姑姑家 就是我娘家 你经常回娘家吗 起初去的比较勤的 然后有一年之后 有了我自己的孩子之后 慢慢的就去的少了 一年就是过节的时候去 你会给姑姑买礼物吗 对 你给姑姑第一次买的礼物是什么 第一次买的是给姑姑买了一双鞋 那时候也是第一次就挣钱嘛 我爸给我了十块钱 哎呀我一看那有卖鞋子的 是我承罪的那种 十元一双随便拿 然后我想哎呀给姑姑买一双鞋吧 当时也没有问我姑姑 就是说你是穿三级的鞋呀 没有问没有这样问过 然后就给买了一双三九码的 三九也太大 姑姑你多大的脚啊 都是好像是穿三七的鞋 原先她给我买个三九的 我穿都大 她说换一下 弄不远换啥 我就穿呗 我都穿 你还穿心里高兴 我摆完是大包小包是孩子的生意 我都长相了 我都不换 我都穿我 你刚才说最近这几年 姑姑家里有一些变故 是的是在一三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总感觉啊给姑姑就是 姑姑怎么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弟弟 我要感谢兄弟 我弟弟 感谢我子女 又不是我子女 我就活不下来 你稍微平复一下 来拿点纸给大姐 来 当时加莱出了 出了事 要不我子女劝我 我就活不下来了 姑姑你不要这样说 然后弟弟去世之后 我那天晚上干了健务队 收工了 我骑车的一个车 他把我撞倒的 还一次干健务队 给架子掉下来 你看脸睡了 疯了多些筋了 干嘛这么大年纪还打工 我儿子走了 我得养活这个小孩 想挣两个钱把孩子养大 这事你都知道吗 当时我姑姑瞒着我的 我不知道是有什么事情 给我妹妹 给我姑家的妹妹打电话 就是我妈不让跟你说 怕你在外面 就是比较忙 怕你担心 就是我听说之后 赶到医院那时候 姑姑已经在医院好几天了 姑姑出院之后 我也没有去我姑姑家 为什么呢 那时候老公吧 这个人就是比较姐姐 去的多了 我们就是两人好 经常闹一些 他好过闹一些矛盾 还是为了自己的家庭 当时就是 还是自私了 还是自私 总感觉我姑姑 还有自己的孩子嘛 就这样想 还有我弟弟妹妹 可以在身边照顾 老感觉 报答姑姑的机会 还有等他老的时候 不能动了我 好好地尽孝 老是这样想 好多人都是这样想 对 没有想到 就是突然之间 就是姑姑 一下子 面对了那么多的事情 面对那么多压力 才感觉到 意识到 自己的做法 就是感觉 特别的愧疚 愧疚有姑姑 我刚才说这些事 你生她的气吗 我不生她的气 你在最需要她的时候 她朋友在 最需要她的时候 我是出车祸的时间 我老早都对我女儿说 你不要给你大姐打电话 她白个出院 没她有惯性的 她在去吃了干啥的 怕她在惯性 我都没 给我女儿讲 不叫给她打电话了 我问您呢 姑姑 假设你百年之后 你快走了 你最后最想见到的人是谁 最想见到 该干的事你没干 还该喊的妈没喊 该最需要你出现的时候 你没出现 在姑姑和你的事当中 有的时候你自私地选择了自己的家庭 所以你才来的什么 是了 今天会在舞台上喊一声妈吗 会 喊得出来吗 喊得出来 我们坐在台下的人 都给感动了 虽然你从小就缺失了母爱 但是姑姑一直带着你 让你的童年很快乐的 可能在姑姑的那种情感当中 不仅是说 她养育着你长大 你也陪着她在成长 你陪着她度过了她的少女时期 青年时期 中年 直到现在老年 所以你是她记忆当中 最柔软的那部分吧 姑姑担起了所有的责任 她义无法顾地这么做出来 当你长大以后 愿意去表达你的情感 我觉得一切都不完 谢谢老师 而且你很努力地 打着私奉工 想把以前不足地给弥补起来 但是我有个建议 我希望在赚钱的同时 你能多陪陪你姑姑 真的不要到了她 躺着动不了的时候 再去陪她 她最需要的 不是你寄给她的钱 她最需要的是 你还是能像小时候一样 陪在她身边 跟她说说话 希望你们 母女两个 以后会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来 谢谢老师 真正良好的亲子关系 就是当孩子 长到她成年期的时候 她要放飞 她要去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天空 去创造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的这种放飞 对于姑姑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幸福的看见 她看见你终于 有了自己的爱人 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对她来说 是一种安慰 有一天我跟我妈妈 在沙发上聊天 不知道为什么 也突然聊到了生死 然后我妈妈就说 我要是有一天 跟你爸不在了 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就算你有你的家人 可是我还是觉得 好像没人照顾你了 不放心 这就是妈妈 所以我想在你们二位 彼此的心目当中 都已经成为了母女 那个位置上 最真实的一个人 所以称谓 在心里早就有了 这个妈妈的位置 在心里早就已经 给予姑姑了 所以当我们深爱的人 在生命当中 如果遇到了一些挫折 和不幸 然后我们就用爱去支撑她 去回报她 我想这个也是爱的初衷 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谢谢 谢谢 老师 又是山东来的 是的 老师 山东的 孔梦之乡 山东人讲礼数 所以我知道你今天来 是为什么 你想找一个特别隆重的场合 38年以后喊一声妈 告诉对面这个女人 她对你有多重要 给她个点掌握 非常感谢 谢谢 你们特别特别乐意 成全你们这样的人 太不容易了 这段情分 经受了太多的磨难 考验 等待 煎熬 有时候 听到这种故事 就像看电影 比电影还真实 比电影还打动人心 所以你们继续你们的亲情 继续你们的告白 继续你们的缘分 继续你们的相亲相爱 我倒愿意送你们八个字 这八个字就是彼此牵挂 各自安好 谢谢老师 好了 接下来就到了你 敞开心扉的时候了 谢谢你来了 妈 谢谢你多年以来的 对我的辛苦付出 现在所有的语言 都表达不了我内心 对你的感恩 在以后的日子里呢 我也希望你 有什么苦 有什么累 有什么难 都不要自己 憋在心里面 多给我说一下 以后还有我呢 还有我和弟弟妹妹 我们永远都是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然后共同努力 相信咱们的生活会 越来越好的 感恩 优优独播放 我亲爱的妈 因为我脖子也那么累 你知道吗 心里有什么苦 就打电话跟我说 我亲爱的妈 保护我自己的罪 我亲爱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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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是为了我 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肯定比现在要好 都是为了我 我来到这个舞台上 多些人羡慕我 你为你子女也有功了 你看你跟你子女上舞台 还能坐飞机去 多些人羡慕我 对你 我们为我子女 我们也别 我也别我 我也不 来看看他带给 妈妈的礼物是什么 看着像双鞋啊 我买那双还没穿来又给我买鞋了 我买那双还没穿来又给我买鞋了 你吃吧 走两步 走两步 这个人还觉得贵河 走两步 跳两下 跳的蹦两下感觉 买好的 这个今天正式叫妈了 对吧 谢谢 你虽然走了一个儿子 但你又多了个女儿 好不好 好 好 行 祝你们幸福 再见 谢谢老师 祝大家 妈 谢谢你多年 对我的辛苦付出 有什么苦 都不要自己憋在心里面 都给我说一下 相信一共努力 咱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 本来我们由关爱儿童的 笔质高药液 特约播出 感恩生活 感恩有礼 谢谢关爱儿童的笔质高药液 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 丰厚的礼品 我特别记得 他姑姑说的那句话 那怎么办 我也不能跟他说 你叫我妈呀 其实心里等了很久 但是有些话 早说晚说 不如等着对方 慢慢地解开心结 心甘情愿地吐露出口 所有要求回报的爱 最后都会让你失望 因为 不能以心换心 如果你的心 是为了换取他的真心 那这种换 其实也是功利的交换 付出 就不要想取回报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 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同样欢迎你来到 重新美食 谢谢你来了 分享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 笔质高药液 特约播出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 本栏目由笔质高药液 特约播出 孩子天天长 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 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 胎胺酸 磷酸青钙 可力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 正常生长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